剛才有三首歌 然後一首是 有你的青春 然後另外兩首應該大家比較熟悉 講做 怎麼說呢 嗨 東京下雨了 對 你們應該比較常聽後面那兩首 然後呢 嗨大家 我是沈善 沈善哲三年哲 沈善代表 哲學的哲 對 然後 其實我平常的工作 我記得在棉花棠的時候呢 我先講從我退伍之後好了 因為我決定要做音樂嘛 所以我退伍的時候就 還沒有找到工作 我就搬到台北居住 然後 其實是想要當幕後的音樂的製作人 然後可是呢 其實我一直在台北 然後慌張慌張打工 慌張打工 慌張打工 然後也沒寫什麼歌 然後過了好幾個月 八九個月之後才找到 音樂製作人的助理 所以我一開始其實是在幕後做音樂 然後一直到現在都是 都還在幕後做 就是唱片製作 就是歌手的 歌曲的製作的工作 然後 其實去年的時候 然後棉花棠休息的時候呢 我曾經有一陣 有一個非常黑暗的時期 然後那時候我 不知道 就是我已經 去年其實是我31歲嘛 然後 然後31歲的時候 突然棉花棠休息了 然後你不知道 接下來怎麼辦 你就覺得31歲 那我接下來可以做什麼呢 然後雖然我還是一直有在繼續做幕後的工作 可是因為那一段時期我非常的黑暗 然後 黑暗到就是會想自殺的那一種 就是有一種 有一點應該是憂鬱症 對 然後 可是那一陣子我完全不知道我的未來的方向 然後也不知道 我會不會什麼時候會消失 然後 所以其實那一陣黑暗的時期 我想了很多事 然後 也嘗試自己努力做了很多事 然後可是 我一直到今年開始 我今年8月發了一張作品嘛 然後其實我是在 有一次的演出 今年4月有一次在The World的演出之後 我才決定說 好 那我要來說一張唱片 我再這樣下去不行 然後我有一點 對我來說其實是一種 另外一種方式的重新開始 然後雖然我已經 今年 就是今年已經32歲 然後 然後 可是我覺得 那個年齡無關 跟我想做的事情有關 所以 我那時候很確定說 好 我或許 我可以試試看 就是突破我的舒適圈 然後試試看 唱歌看看 繼續寫歌 繼續唱歌 然後 如果有幕後的工作 還是繼續做 然後所以我就開始 好 我就下定決心說 好 那我要做一張 自己的作品 然後 可是我覺得最難的是開始 就是 當你要進入音室那時候 就是你 當你決定要做這件事情 的時候 我覺得那是最難的時候 然後就有一個訪問寫說 你覺得你這樣專輯 這一張專輯 這一張EP 你覺得做最突破的事情 是什麼 然後我的回答是 就是我唱歌這件事 就是最突破的事情 然後既然做了 那我就覺得應該要好好的把它完成 然後把它做好 而且我現在 我不知道未來 會有什麼的預期 可是我正享受過程中的奇幻 就是我覺得是一個很奇妙的過程 那我現在也 好啦 我還是一樣很好笑啊 然後 就是 就是 雖然去年 不太好笑 就是 黑暗的那一段時期 不太好笑 但是我現在又是很好笑的人啊 對 然後 所以我 就是千萬不要放棄 任何機會 然後我現在其實還在 很努力 讓大家認識我 對 就是 努力唱很多的地方 努力把自己的音樂 介紹給更多的人認識 所以 其實做獨立音樂是一件 很有趣 可是它是一件 常常是一件很辛苦的事情 可是我覺得這個辛苦是 我願意去接受的 然後 我也在辛苦中得到快樂 所以我覺得 就做吧 然後希望 如果你也喜歡我的歌 我的音樂 希望可以 分享給更多的朋友知道 就是我 聖聖哲 三天水的聖 聖誕節的聖哲 對 然後 所以謝謝你們今天來 過幾天之後 我要去 就是 中國和香港做巡迴喔 對喔 然後 覺得很酷 如果你們有在那邊的朋友 可以 請他們來看我 好不好 好 好 然後 然後 剛才講到製作 然後我有一個好朋友叫 江松林 你們認識江松林嗎 小松 對 然後他有一首很紅的歌叫 炸眼睛 你們聽過炸眼睛嗎 有 有 但是我沒有要唱炸眼睛 然後 其實去年 其實我很感謝小松 因為去年的時候我跟他合作 然後我 我是他的製作人 然後 他給我很多正面的力量 然後給我很多的 在我黑暗的時候 然後給我很多的包容和安慰 然後他 小松現在在休息 在 他現在在 地球的某一個地方 我也不知道他要不要跟大家講他在哪裡休息 對 反正 他出去充個店 然後 明年會 可能會再有新的作品 然後因為 講到製作的部分 然後我就 想要唱一首 關於江松林的歌叫做 我不害怕 對 所以大家都不要害怕 但我可能會忘詞 所以我還是會害怕 好